对于生活在海外的华人来说 夜市绝对是一个可以牵动着年乡愁的词汇 您知道吗 现在我们在海外也可以逛夜市 我现在所属的夜市就是位于南半球 新西兰最大的城市奥克兰 十多年前对于新西兰的居民来说 夜市还是一个非常陌生的概念 现在已经成为当地居民一个离不开的夜生活了 把夜市这个概念从无到有 变成今天这个红红火火场面的 正是一位移居到新西兰的华人 Victoria女士 现在我们就来听听Victoria女士 讲讲看新西兰夜市的故事吧 Victoria您好 那首先帮我们介绍一下奥克兰这个夜市的是怎样来的呢 我们这个夜市是2010年开始开的 那时候就觉得我们移民过来 老觉得这里是没有什么夜生活 然后我们就想到能不能开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能够吩咐一下夜生活 然后我们就想到了开夜市 当时我们才三十几个摊位 也就是今天在这里的Pakranga 第一天开就是非常受欢迎 人已经是很多了 然后在这种这么受欢迎的情况下 我们就一连又开了七个 反正每天晚上每个区域的所有的那些居民 他都会等着这一天的到来 中国美食现在在这里是非常受欢迎 所以我们的夜市60%是我们中国人的摊位 2018年的时候来到夜市 我这些东西都是挺受到当地人的喜欢 我希望我们的中华美食得到各国友人的认可 the delicious food and the varieties of choices from different ethnicities different everything as well like compared to New Zealand's one like straight Chinese cuisines and it would be nice to experience more different hoteen 就我们刚开的时候有点难度 因为你要把这个夜市概念推广给他们 但是我们把这个概念跟他们说的时候 没有人一个人能够知道 所以我们刚开了很多会 所以最后就达成就是说让我们试一下 其实也是试营业 包括这里的商场也是 他觉得你这个能行吗 然后他当时只给我们20个车位 然后我们就想20个怎么够呢 20个怎么开市场呢 因为他这个概念没有 第一天开的时候反响并不是很多 我们很担心能不能这个能不能持续下去呢 因为好像这里人不习惯 特别是周围的那些居民 我们也是就去拜访他们跟他们聊 现在是我都不用说他们都全来了 你都挡都挡不住 我们以前那个COVID的时候还限流呢 这个摊呢我已经开了五六年了 在国外呢其实也慢慢的开始接受我们这个奶茶这个口味 而且呢他们试了以后呢觉得这个奶茶非常的好喝 我们在这边生意非常不够 咨询的人越来越多 摆摊的人也就越来越多 这个市场光是奥克兰好像有点限制了 可能下一站会是去首都惠林顿 然后呢再去基督城 下个月呢再开一个在北上 我们应该是就是在最北边的我们也去开一个 因为那边呼声很高 我们认识这边有很多不同国家的美食 所以我来这边可以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我们来到食物和温暖和温暖 人们都非常好 看到家庭一起来 然后吃点好吃的食物 我喜欢 哦 这边是晚上的 但是我喜欢中国的食物 我喜欢泡泡茶 我喜欢食材 对 我是第一次来 至少这边十多块就吃到 外面一定是二十多 我来到这边十多年了 这是一个经济的经济的经济 因为我们在新西兰里没有那种 这不是很普通的 Victoria把中国的夜市带到了新西兰 不仅给当地人一个更加方便品尝到中国美食的机会 同时呢 还给当地人带来了一个新的娱乐休闲的体验 这样呢就大大增添了新西兰生活的一些乐趣 如果您有机会啊 以后来到新西兰旅游 可千万不要错过新西兰的夜市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